钢谷阁下 我是王栋 作为阁下本次的行动目标 想必您对我并不陌生 见到王栋站出来接过通讯主导 钢谷目光漠然地瞥了他一眼 直白地爆出了他的身份资料 王栋 黑市南爵领地王磊南爵的长子 此生子 即成人的竞争者之一 我觉得的任务就是烧了你 王栋打量着面无表情的钢谷 也不介意他的沟通方式 只要肯开口就说明有希望 如果钢谷真的是一心求死 不会这么轻易就给出回应 钢谷阁下能力不俗 黑市南爵领求财若渴 希望能够获得阁下的加盟 如果愿意接受招揽 今天的事情 我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过 我已经说过 只有站着的钢谷 没有跪下的钢谷 贵族与世家 都是一路货色 年轻人 把你的小心思收起来 想要把我当作你登上 继承人位置的筹码 你还不够格 首先 继承人的竞争从来都不是重点 这个位置 必定是我的 否则 也不会有人特意请阁下来出手针对我 其次 人都有好坏之分 贵族或是世家也不例外 黑市南爵领 与金雀花联邦那些世家 没有任何关系 也不打算为他们做任何事情 在不久之前 我与一些同是平民阶层的小伙伴 还在因为遭到某位 兴育贵族的际语 而绞尽脑汁斗智斗勇 这点上 我很佩服阁下当时的勇气与决断 说来说去 不就是想让我为黑市南爵领地 或者干脆就是你这个 矛头小子效劳吗 明确告诉你 我宁愿今日就战死沙场 也不会再屈膝低头 今天既然是你们赢了 那就杀了我 不要再浪费时间 见到手下败将还敢如此猖狂 陈沙一情绪激动 就要对着屏幕上的刚鼓破口大骂 但却被王栋拦住 摇头示意他不要激动 忠孝周培强 你放弃军人的尊严 又放弃跟随你多年的手足同胞 现在又准备放弃掉自己的生命 那么你是否已经把你身负的血海深仇 也一并放弃掉 父母 妻女 乃至兄弟姐妹 周家上下十数口的血海深仇 就这样被放弃掉了 你还是不是男人 提到自己身上背负的血仇 在一瞬间让刚鼓暴怒起来 燃烧的怒火让他眼中遍布血丝 甚至想到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复仇 泪水忍不住滴落 我没有放弃 我要亲手把那个畜生千刀万挂 错骨扬灰 为了复仇 我不惜放弃我的名字 我的身份 我曾经的荣耀 所有的一切 为了复仇 我属下的兄弟们跟随我九死一生 为了复仇 我不惜成为我曾经最厌恶的人 你他妈的懂个屁 你所谓的复仇 就是干掉一个微不足道的狗腿子 外加对方的一条手臂而已 如此血海深仇 这样你就知足了 你的复仇仅此而已吗 你知道什么 我凭着那些护卫的阻挠 也打烂他一条胳膊 可那个狗东西竟然还有高级单兵护盾 哪怕我拼死不退 用尽全力也打不破那个狗屁护盾 要不是兄弟们拼死相救 所以你就不敢再回去复仇 自暴自欺了 还浪费了你那么多兄弟的性命 你就是个孬种 懦夫 我没有 我还记得 我没有放弃我时刻想着 不 你忘了 你已经选择了放弃 你都要死了还怎么复仇 死后化作幽灵 烦死他们吧 够了 说的倒是轻巧 换作是你 你能做到哪一步 怕是早就逃之夭夭 就像你刚刚做的那样 你说错了 如果今天真的选择撤退 那么我不会放弃 我会用尽一生的时间 亲近一切找你复仇 哪怕实力不辱 我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我会想方设法地给仇敌造成麻烦 只要我没死 就会让他们一直不舒服 有机会的话 我会付出一切 换取到足以复仇的力量 将他们背后的所有仪仗 统统埋葬 也许你说的有道理 在完成复仇之前 我还没有资格去轻易复死 但是想要复仇 刚过好不够资格 你更是连南爵几成人位置 都没获得的私生子 难道跟随你就有资格了吗 我要纠正一点 现在整个刚古星道团 都是我的俘虏 我给你的 是一个选择的机会 改头换面跟随我 跟随着南爵岭逐步撞他 直到让你掌握 复仇力量的那一天 你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家 要么死在这里 要么活着 等待着一个复仇的机会 每个人的人生 都会面临无数选择 但有些东西 错过了就不会有以后 成为一名流浪骑士 改名唤姓跟随我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严禁于此 王栋主动中断了通讯 接着 是漫长的等待 等待刚古做出决定 半小时后 马达先生回去刚古号 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吧 不会出什么事吧 放心 我相信他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而就在这时 通讯再次恢复链接 出现在屏幕上的是司马仲达 以及站在他身后 戴上了一副特制面具的刚古 前任指挥官刚古已经自裁 这是我的副官周泰 现在刚古星道团由我指挥 刚古星道团现任指挥官马达 向贵方请求投降 在远处的白牙号 盯着雷达屏幕上 沉沙翼的舰队 与刚古舰队会师 一起朝着星空深处驶去 白牙和管家都是一脸茫然 盯着舰队离去的方向 都有些不知所措 刚古就这么败了 好像是 云雀号上 透着特制的玻璃窗 王栋跟司马仲达 并肩站着眺望茫茫宇宙 马达兄 这次多亏有你舍命相交 我才能平安度过此劫 当时时间仓促 只能兵行显拙 不过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哪怕护航线队 没有选择去救我 我依旧能返航刚古号 继续我的青道生涯 不错 这才是我心目中司马仲达 应该有的水准和细性 理智冷静 思维缜密 永远给自己留下后手推 哎 接管刚古号之后 这几天怎么样 那些星道 没有难为你吧 还算顺利 自从沉沙一阁下 承认我对刚古号的 所有权以来 这几天 我通过副官的帮助 算是彻底掌控了 刚古星道团 几天时间就掌握了星道团 马达兄的能力果然不俗 我目前的处境 马达兄想必有所了解 过来帮我 如何 那以后 我们可得分清上下级关系 指挥官大人 我会带着你们 走向更辽阔的星空 没有了其他势力的拦截 全速前进的舰队 很快就抵达了一颗 蔚蓝色的居住行星 黑石星 外层轨道上 一座巨大的飞船空港 悬浮在太空 戒备着任何过往的星际飞船 这两年 随着男爵身体的美框日向 黑石星的警戒等级 一直都在逐步提升 从去年开始 就已经禁止任何战舰 直接进入黑石星 稍后我们乘坐磁浮空梯 就能很快到达地面 我明白 脱离了舰队的云雀号 很快进入空港停泊 庞大的星际空港 足以容纳整个舰队 云雀号停泊的这座空港 属于我舰队的控制范围内 甘古舰队能在这里 得到最完善的维修和补给 一切就麻烦杀一阁下吧 通过磁浮空梯 从外层轨道笔直向地面下降 不过片刻 两人就抵达了行星地表 踩着草地 感受着微风拂面 王栋不禁有些惬意地深呼吸 等到他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已经站了一段时间 趁沙蚁在旁边等候多时 黑石星确实是个好地方 比起匡星来 环境大也不同 很抱歉 让沙蚁阁下久等了 王栋阁下无需在意 欣赏大自然的美丽本就是人之常情 只是几分钟时间而已 算不上单凯 不远处的后击区 有一名身形鼻挺的老者 正在等候 南爵府的大管家沈富贵 是南爵绝对的情形 让他来迎接我 只充分表现出南爵的重视 前世我可没有这种待遇 这说明 那位南爵始终都在关注我的动向 南爵本人的身体虽然已经不行 但在南爵领内 他的意志依然有足够的执行力 我目前所欠缺的一切 南爵都可以为我补足 用尽手段争抢继承人的位置 那是下策 前世我就是一直没看明白这一点 这次 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这位是南爵府的大管家沈富贵 也是南爵最信任的人 王栋阁下可以称呼其为沈管家 沈管家 这位就是王栋阁下 南爵大人的持续血脉 王栋阁下 欢迎您回到南爵府 沈管家 很高兴见到你 别看这老头头发花白 其实断体术已经达到终极阶段 一只手可以打只手三个五 而且南爵抱恙多年以来 南爵府内的大小事务 这位大管家都有参与 就连南爵夫人都要对其礼仗三分 王栋阁下 我的任务算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 那就过几天再见 这次辛苦杀一阁下了 再见 近期内南爵岭警戒等级提升 禁止大型飞行单位升空 所以目前只能乘坐悬浮车 请多谅解 南爵大人正在府内等候 与王栋阁下的见面 请上车 李卓旁人队 请订阅 请不吝点赞